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這個星期六十時 歷史在笑《容共與清黨》 原來第十七集 這一集講什麼呢? 講共產黨顛覆、滲透、分化、破壞國民黨的陰謀 已經揭露了 特別是一些共產黨中央的決議案文件 也揭露了提出一些證據 共產黨加入國民黨 一直以來破壞、滲透、分化、顛覆 然後壯大無產階級政黨的群眾基礎 國民黨有什麼辦法呢? 怎樣去對付共產黨呢? 這也是國共合作破局 也是國共決裂的前席 在國民黨中的忠貞分子 就開始有行動來對付共產黨 歷史在笑 禮拜六十時 記得收睇 正式發展到國民黨中的忠財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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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民黨中的忠財分子 甚至懷疑到國民黨中的忠財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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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查來查去 覺得是有一個可能性的原因 但即使這個原因 最近在美國方面的科學家都認為泰國離奇 所以我就說一下他們懷疑當地的美國領事館 被人用一些所謂聲波武器去攻擊 第一件事,我相信以我自己的直覺 這個應該不是古巴政府做的 給他做膽子,在現在的時勢 他都不敢做這些事情 但為何美國領事館的人員才受到傷害 這個就不得而知 當然,如果你們這樣看 就應該跟一些美國關係不太好的勢力所造成 但你不需要想到什麼伊斯蘭 古巴其實是一個天主教國家 在他做共產主義之前 其實當地的天主教勢力都相當強 就算在這個共產政府底下 其實仍然有一定的人信信聖主教 伊斯蘭的那段就沒有實力 基於這個原因,大家也可以猜 由於那個冷戰期間 很多這些前蘇聯圍流下來的力量 可能在這裡做一個CD 這個就很初暴,我自己個人的分析 但當然,如果你擺放神必知之下 另一個看法 就是說,以聲音對人的操控 或者對我們身體裡面的功能有什麼影響 事實上好像以前我們都看過 不過有時候你不想到 但在這個新聞來說 我們就不需要在這個節目裡面給大家答案 因為事實上,連美國方面 很多在這方面的專業人士 都給不到一個答案 但我們今天就在陳釀雲博士 想問一下問題 就是,譬如聲波的震動 其實在物理學上的本質是什麼 你可以理解做一些空氣的波浪 如果你在水上有些海浪湧過來 就是一些水波泊岸 如果你是一個空氣的 就是空氣的模式 就是那些粒子運動模式 跟海浪有些類似 也有些不相似 總之你可以想成為一些空氣的浪 它會又疏又密又疏又密地湧過來 就是那個聲波 如果你用這個比喻 我們再想在那個池那裡 譬如說,我們扔了一個石 所謂Ripple 所謂Ripple 我強調的水是那些叫橫波 它那個震動方向就是上下 但是波動向前去 如果聲音就是 它震動是前後的 最後的聲音是向前去的 不同的地方在這個位置 但是如果用一個空氣的浪來講 也算是講得通 這個因為普通人比較容易理解 但是問題就是,譬如在水裡 我們看到那個水面的這個形態 假設在水底過了某一個深度 它就不會動那麼緊要 但是空氣似乎不同 因為空氣就是我們fuel up 我們所有的空間 但是氣體其實由裡面很大自由度去動 其實就是 它可以局部出現突然之間很疏很密 我可以疑問就是 如果在水底的密度 應該很平均 理論上,相對平均 不會不會不會 但空氣裡面是未實 中國可以出現去動 然後abb형 就是有點洞 那模範 起伏就會變大點 緊那坑 但起伏的cial達 力量是能夠大 because 我的經歷是空氣的 座面密的 就是它會被壓休 水面 你試試試加入公園 扣桶 即時一切太大 一切太大 但是我們有可能 但是少 seja 假如是空氣有多 但是油完成 如果 Care�� 然後是你用一茶 吔 喔 Our UK 空氣比較鬆散和有不同密度 如果要做一個類似的聲波武器 我要提醒大家,在香港是有的 香港幾年前政府訂了聲波砲 問題是,在什麼條件可以做到 聲音集中像Laser,可以射去一點 其實是這樣的,首先你本身的功率要高 所以功率要高的意思是,為何? 吵一點 等於看電視聲音,就扭大聲一點 但對於不同頻率的聲音,你的耳能聽到的能力是不同的 這裏也要用光的比喻 有些是可見光,有些是不可見光 在可見光的頻譜,用人眼看到可見光的頻譜很窄 紅色出少許是紅外,紫色出少許是紫外 那些是人眼看不到的 紅外就是能量最低的 波長最長的能量偏低的 能量太高的,紫色以外的 波長很短的能量偏高 聲音時都有類似的情況 太低頻的聲音我們聽不到,例如大約低於15Hz 15Hz,每秒震動少於15下的聲音 我們比較難聽到的 有些人可能會聽得到,不是每個人都聽到 然後超過22000Hz 又是人耳覺得很尖,尖到一個地步聽不到 尖到一個地步聽不到 這些我們叫做超聲波 如果你說那些用來驅散群眾的音波炮 他們主要是用你的耳都聽到的 那真是吵 吵到一個地步是 令到你不能夠忍受 甚至乎耳是會受傷的 有些就講到嚴重了 那些會心臟病發 他會這樣的 為什麼驅散群眾傾向用一個 可以聽到的聲音呢 因為在你未對身體構成一些不可逆轉損害之前 你已經感受到痛楚 那你就會警覺到你會去走 其實都是希望用一個 講得難聽的一個吵架的喇叭 只能吵到你受不了 如果你說效果再想增強 他就擺到成一個 一個窩底的形狀 然後你站在焦點上就真的痛到暈 也都視乎他那個 物理上 幾何上如何佈置 還有他見野本身的 功率高低來決定他的威力在哪 如果剛才你說的理解就是好像一枝槍 其實是的 他可以做到 比如說比較集中向著一個方向去 做得到的 有多少喇叭你都可以做到少許這樣的原理 你將那個後面 那個聲音 好像一隻天線鑊 將它向著那個鑊 就罩著一個方向 相對於聲音就比較集中向一個方向去射出去 是的 他說由於那個 雨催散的街頭的事件 就比較早結束了 所以當時就應該沒有用到的 但是也都不排除 日後有一些可能性會在香港出現 但是大家就不需要害怕的 原因就是 這個聲波炮能夠用到有一定的地理上限制 是的 即是你不可以真的隨便找一個人揹著 然後揹著喇叭周圍走 就一炮打進去 你始終對電的要求都是比較高 它是一輛車來的 即是流動性 它是雙一輛車 你看到那輛車 其實你就知道聲波炮來著 你看到喇叭對於你 你不就離開 但是在網上看到 有些實際在街頭的市場時 就是那些防護警察用過的片段 剛才我們提到的 就是什麼條件用不到 就是香港就特別多地方應該用不到 就是那些街頭 有曲線 有曲線 還有它不是一條康莊大道 即變成你比較難去把你想趕的人 就是比較準確能夠達到你想驅散的人 即是它經過一些反射 周圍散射 基本上那個威力的反彈 因為它反彈 即是像子彈 即是像一個很凌亂的方向反彈 如果它真的很準確去某個方向反彈 可能會還有一些效果 講到這個問題 剛才提到 就是好像我們說 我們的視線 有這個紅外線 有智外光 剛才你提到 就是有些低頻的 耳朵也有些叫超聲波 他們現在就去驗證 究竟如果有這件事的話 究竟是哪一方面 剛才已經說了 其實你可以排除了低頻 因為他說原來那個方向 是很四散 即是很難做到 像一個子彈的方式 對於低頻來說 就是波長比較長 那個真是那個擾射的效果 會相對比較強 比較強一些 它會穿過某一個 譬如說我想在一個門口擺過 那些低頻的音波炮 它很容易轉彎就轉到散了 即波長越長 那個擾射效率越高 即擾射的程度越高 這裏現在就發現 應該估計是一個高頻的升波炮 即是說超性波的升波炮 這個我們不需要有太大的懷疑 如果真的有這件事的話 基本上有時候去眼鏡店幫你洗眼鏡 都是那些超性波的 即是那些儀器 即是在睡覺醒了 那它走開幾尺之後 就沒有了聲音 但是那個後遺症 就是它們發覺最初 就有一些聽覺上的問題 但是就跟著有一些 即是記憶上面的流失 那他們就怕了 開始有些要回去檢驗 那你說究竟現在是不是有長期 一些腦裡面的損害呢 那這個我們現在不得而知了 即是現在新聞上對於那幾個外交人員 他們那個健康情況 不是說很詳盡 不詳盡 因為很難去理解這件事是什麼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很可能就是美國自己 他們有發展類似的武器 都沒有去到這個級數 否則就是一查一查自己 我們自己也有做過 可以對照一些以前的實驗 當然如果你去到國家最高機密 那可能未必現在就能查到 但是起碼一樣的就是 以日常來看 就是在美國的情報機構裡面 他們都未理解到這件事是什麼 不可以聯想到他們自己裡面的相應的武器 那麼我們很簡單去看看這個問題 就是它有什麼條件 就是譬如一個聲波可以對人的記憶會產生影響 具體我自己也不清楚 甚至乎如果就這樣看這裡那麼少資料 你問我他們究竟是食物中毒 就變成這樣 還是聽到聲波 我都分不了 就是你問我如果一個聲波 真的做到對人的那個異道 甚至是腦有損害 我第一件事想到打仗 就是一個大炮在那邊爆 那些是震驚的 就是 令到一些人甚至乎是失語 對於身心都留下落印 甚至乎真的震到腦震蕩 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爆炸造成的一種震蕩 但是你說那些震蕩就不一定是人本身被炸彈炸到 只不過可能炸彈在你某一個範圍 它的熱力沒有影響到你 但是震蕩 足以令到你震蕩 震到你暈了也好 甚至乎震傷了震死了也行 即是內出血 震死了是有的 就內出血而死 在香港 煤氣管爆 煤氣管爆 即是在隔壁那裏爆 但是爆了之後的聲波 去到另一方 我記得我們科學生有講的超級炸彈 即不是核武那種炸彈 如果不用核武 但是如果需要弄到一個 用化學的方法 弄一個最強的炸彈 其實蘇聯和美國都有弄這些東西 那些都是叫做大山雙力武器 但就算是非核武 那些炸彈就可以做到 做到很強的一種 就是震到暈和震到死的效果 即是就算你不在爆炸中間 但是它有些更加強的附狀 就是去消耗周圍的氧氣 然後讓人們燙死 但是對於這些用炸彈來講 你一定會有一個 不止內傷 外傷 還有就是 比較明顯的一下 聽到很大的爆炸聲 因為你很難做到一個 聲浪極大的單一頻率爆炸 聲浪極大的單一頻率爆炸 是這個意思 如果我講的就是 對於電磁波來講 我們現在的科技有沒有能力 可以做到一種單一頻率 一種藍色的 但是很強的光 可以做到的 激光就是這樣 紅色激光 很準確的紅色 綠色也好 藍色也好 換言之你可以調整到 那個頻率全部一樣 是的 沒有窄 只有一個頻率 就是一個紅色頻率 這樣就激光可以 有沒有這些叫激聲 激聲 即是在整個聲音頻率上 只有一個頻率的聲音 就是一個256Hz的聲音 行不行 如果我們現在 最好的科技 就是人們去 調琴 那一套音差 那你就是敲支音差 就是一個 很漂亮的頻率的聲音 但是就是一致差 就是那個聲音 但是可不可以做到 有一個其他的機制 或是技術 可以令到這個聲音 可以做到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尺度 甚至乎 完全是超聲波 然後是傷到人 我沒聽過 這些叫激聲的技術 激光 我見得多了 激聲 激聲 我沒怎麼聽 但我聽到這裏 我就有靈感去解釋這件事 剛才那件事 大家都看到那個分別 譬如我們在說 是那個煤氣爆炸 那個聲波 應該有瓶外傷 或者耐災 同一時間 如果是透過一個爆炸 造成這種效果 出來的聲音是很雜的 有高頻有低頻 所以就不是一種 不是 單聲的光 單聲的聲 單聲的聲 聽到剛才那裏 我就知道這件事 如果真的有這件事的話 是發 激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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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裏不敢說 如果你說 做得到一定是有頭緒 因為你機制 即使激光技術 在它未正式 弄成激光之前 已經有人研究 怎樣弄成一顆仔的激光 然後才將它弄成 源源不絕的激光 但是聲音 我們暫時未見到這一種 你說是一個默充 可能 有的也不奇怪 但是它可能 頻率要做到非常集中 我想都是非常困難 因為你沒有一個 在粒子層面的機制 令到那些聲音可以去 激發共鳴 產生一個單一的聲音 因為那些不是粒子來的 因為 激光 它之所以能夠做到激光 是一個充分 它因為利用到 那個 原子結構 原子結構有一種 放光機制 可以被激發 但是原子 或者一些分子 有沒有一種叫放聲的機制 而且只是單可以放一種的聲音 沒有 所以你說 我說這種叫激聲的技術 激光就做得到 激聲就沒有聽過 所以它這裏不是說 這個是一個 科幻小說的 我聽到很科幻 因為 你有沒有類似的 你機制可以類似做這些 我真的沒有聽到 其實 我看新聞裏面 有提過 你用一些 甲丸和氧氣的爆炸來做 同樣的問題 但同樣的問題 你用爆炸效果來做 都是 你控制不到出來的 那個頻道有多大力 特別是 射到另一個 sauce Target一個人 等於你燒個炮掌 你怎樣也聽到 那你就聽到原來是震對龍了 還有一個距離的問題 如果你說去到小說 理論上一定是很接近你的 而且在你身邊的人都聽到 現在不是 兩樣東西都不是 看不到的 那些人都不知道什麼事 而且 其他人聽不到 只是一個sport聽到 你走遠幾尺都不中 所以如果你想像 有這個機制 如果有這個機制 那個好像一支槍 是 那個人射去那裏 那個人就聽到那些聲音 我講到那個方向 那個位置 是的 甚至我想像 你真的要做到 你還要做到很長時間 所以你可能真的要睡覺時間 一路整理幾個小時 都這樣去射下去 我都聽過 大家都知道 有時吵了一頭 聽國受損 有些是說 專門被低頻聲音 做到聽國受損 你剛才說的 低頻聽國受損 是否自己聽不到 聽不到 頂多你聽可能是 很低音 但你當然覺得 經常都很不妥 這是什麼例子 這個其實是 當年 中大物理是某位前系主任 講給我聽的故事 他就是 自己做研究生的時候 被那些機器 搞到聽國受損 全部是低頻聲音 他自己親身經歷 他自己說低頻聲音 他現在就聽不到 甚至乎 會很容易有耳鳴 那些情況 他現在沒有做 也不是中大 你說高頻來說 會不會都可以做得到 我相信都會有 你說要做到一下 立即可以令到人 聽國受損 我想是非常困難 但你說如果做一個 是以月份來計算的 晚上 趁人睡覺 這樣來 射 令到他聽國受損 我們都 有言有的 科技可以做得到 這個效果 是什麼 其實都是普通的一個 高頻聲音 你將它扭大聲 大問題就是 果如是這樣 很多人都知道 不會只是你知道 這個很容易明白 舉個例子 那個時候 有那個巴拿馬 走進去 那個教堂 那邊 每天 周朝 找那些喇叭 就是吵 很多的 有試過找那些 德薩斯州 那些人 走進去 他找西藏喇嘛 傳播西藏喇嘛 那些喇叭 但是那個不同 這個個案 是因為 那些是周圍所有人都知道 和掩飾到 這個你聽不到 突然聽不到 突然 然後就 鎖你身 然後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 和你的想法有 少許分別 我覺得物理學上 那個機制 應該沒有什麼疑問 應該是這個 你說 未有這個激聲 我看這個新聞 我覺得 其實這個就是 一個 去試驗這個激聲的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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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問我 那個一定不是古巴 那當然 還有 都是這樣 有 paper 一定會看得到 有些初步技術 未變成武器的時候 所以這個我真的覺得 神秘之的 level OK 好了 我們這裏 就此打絕了 因為這個 實際上 都不是一個 我們現在 處理到的 話題 但這裏 其實長遠來說 真是 你說不計武器來說 都真是有個 去發展的理由 你只是說 驅散群眾 那些是其中之一 做了 這個就現在 實際上已經有了 還有就是 你說 如果真是我們純粹幻想地 這些有一種 對應於激光的 一種激星的技術 其實都是一種 很有效地 運用能源的 一種 一種方法 因為你 不是 你不只是依賴 某一種聲音 不會說有些多餘的能量 用了另一種聲音 然後你用不著 就像電磁波通訊一樣 你不需要用那麼多種電磁波來做通訊 你最需要用某一種的頻率來做通訊 然後你可以隨便地把這種頻率的強度加強縮小 令到你容易收到收不到 那如果聲波都可以的話 其實就開闢了另一個途徑 去做 傳訊也好 或者是 我想像 你說如果做到聲音的話 可能在水底上 溝通有多種的途徑 那我又覺得 總是有 會有實際用途的地方 甚至賺錢的地方 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 譬如現在我們在新聞 其實很多東西是被過濾的 譬如剛才你涉及到這些問題 很多記者是 第一樣的不認識 認識了之後 然後有些人會跟你說 你不要出這些東西 所以那個是一個 相當之有趣的話題 但是 我不會認為是一般的 這些新聞 不過都是等待更加多訊息 去看得出來 但是你問我 那種對於 升級武器研究 美國玩很多 當然了這個就是 就是拿得來 告訴你可以用來驅散群眾 那些 陰波炮的東西 他都是 研究十樣 拿一樣出來賣 而已 他收藏 還有很多 一定是有不同頻率 不同用途 他有的 未來的趨勢 都是 做得更輕巧 更省電 然後更方便攜帶 還有樣的成本更低 會是這樣 好 我們第一次要結束 我們第二次回來 就講講一個 陳昌博士 真是覺得 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話題 對於 倫敦